你看這個首頁很精彩 這個呢是扇子 你千萬不要想歪 剛剛是誰想歪的 你看這個羽毛上 看起來都精緻對不對 都不要想歪 都想歪喔 點進去看 拍的時候覺得好興奮 對 我那時候也一直想說 哇這主題性 好像我們也可以來增進一下 七七之夜的情感 是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兔女郎 已成家 所以其實家裡有一個很重要任務就是 採購 不管是家族成員 房子 生活啊 人啊 空間 環境 everything 蠻複雜的啦 日用品的採購也很重要 對 本人是負責的是採購賬 家裡欠什麼了 怎麼東西沒了 他就會跟我說需求是什麼 如何提升這個品質 然後我通常會喜歡 貨幣三家 或是我會尋求一些 特殊的平台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Vesby 一個日本的網站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 品質 文明世界的 其實現在那個疫情啊 大家都開始出國了 對 很常會你最想去的其實可能是 遊樂園 跑點都來不及了 逛街 還足夠時間嗎 Vesby它其實是一個 生活用品 雜貨等等的 這個平台的好處其實就是 你在台灣就可以直接逛了 不佔用你出國的時間 如果就可以好好去 就可以花一整天 當場去體驗穿和服 那些真的就是只能在那裡 對 那逛雜貨就是 留在台灣也可以處理的 像我們兩個 因為我現在已經懷孕 不久了 快七個月 快七個月 真的沒有計劃要出國 在家裡 可以這樣子買這些雜貨 然後日本品質的保證 很適合我們 他講到這裡 大家最關心應該就是運費了 告訴大家 Fesby其實蠻簡單的 它運費就是單一一筆 日幣前四代整個台幣300塊 其實是非常划算 以國際運費來說 而且它不分重量 算建樹的 這個平台呢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品牌 對 總共有400多個品牌 如果說你買的東西是有現貨的話 最快 一週 日本直送台灣 非常的快速 然後它上面的價格 其實它是以日元去計算 價格是很同步的 會以當時的匯率 直算 適合台幣多少錢 是有可能你今天買跟明天買 有一點價差啦 對 那就是匯率上的波動 大家可以看準 如果知道 日幣的匯率 開始貶值的時候 就是 逛這個平台的 非常好的席機這樣子 影片的最後跟下面的資訊欄 我們都會放上突然的 專屬運費折扣碼 可以跟我們一起加單喔 我們現在就來逛給大家看這個平台 以及開箱我們都買了什麼東西 好期待喔 可以先預告一下有 我們兩個人的 未出生恭喜寶寶的 然後有家裡的一些東西 非常多樣化 我們來逛吧 好 Busbee的網站首頁它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品牌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逛的話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從它的首頁 人氣商品開始看 看說這類別有沒有 你喜歡的它會精選一些類別 甚至它還會幫你分類好 比如說襯衫洋裝在這一區 如果這一系列是你想要的服飾 你就把它點開看更多 因為呢 對自己的身形是非常的 清楚以及明瞭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有試過女裝 我發現我很難穿進去 他們的尺碼都偏小 我呢 是直接點男裝的 可是我不得不說 你穿男裝就真的很好看 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我很帥 其實你這件襯衫 欸 對也是男裝 抱歉 你看Alberberry有沒有 高級的襯衫也有啦 一般的運動品牌襯衫 Raybuck這種也有 我那時候呢 因為是直接鎖定 我想要買丹寧甲克 所以它剛好這邊有個類別 你可以看更多丹寧甲克 就把它點進來 就是我選購的方式 然後我就看啊 就看覺得OK 好假設說我對 不小心又開始逛牆 對啊 假設我對這件有興趣 會把它點開看 它就告訴你 說有褲唇 它的褲唇狀況是什麼 灰色是全部都收到了 你怎麼挑尺寸的 喔它尺寸下面會寫啊 可是我基本上 我原則買男裝 我都是買小號的 可是SR1會特別看 因為男生有時候 穿SR男生是比較瘦的 而且男生身型跟女生不一樣 就是下白的部分 女生臀部比較容易有 脂肪就比較寬嘛 我就不會選那種太熟的 你還是會稍微挑一下它的型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真的不確定的話 你就是拿軟齒跟自己的衣服 你覺得版型最好看的 你就去量它的尺碼 就依照那個尺碼去選 然後像兔兔就是因為懷孕嘛 對我最近是走一個孕婦裝的路線 基本上我不會買褲子 因為我現在沒有一件褲子 有辦法穿 如果要穿褲子要特別是 孕婦用的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會買 洋裝方便齁 對洋裝是最方便的 我直接選左邊的 連身裙在哪 因為它下面有分類非常多的 洋裝類型 我是不管 我就全部都想要看 我就是很想看日本女生的 對然後我就想要知道說 喜歡的類型是在他們裡面 哪一個分類 然後就可以特別去找那個分類對不對 對 就是從頭逛到尾 最後我好像挑了幾件 有點像是 大T恤類型的洋裝 也是一個類丹寧的這一種洋裝類型 等一下那個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買的東西連結 我們也會一起放在下面 然後我們還會挑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的話就很簡單 跟你們說逛這場 然後真的可以逛超久 我們也是全部直接逛到底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說 想要逛一些類別 可是你進來逛之後 你就會著了迷的 想說我什麼都想看 我想了解 賣什麼東西 然後會買什麼東西 這種感覺 你看這個首頁很精彩 點一個進去 這個321塊台幣 這個呢是扇子 剛剛是誰想歪的 你看這個羽毛上 看起來都精緻對不對 要不要想歪 要想歪喔 點進去看 看的時候覺得好興奮 對 我們那時候也一直想說 哇 這主題性哇 好像我們也可以來增進一下 七夕之夜的情感 對 吃扇子 吃扇子好不好 夏天也可以用 這早上真的超豐富 真的很豐富 我真的是看得很開心耶 我是不小心點到什麼類型的 它有什麼廚房的用品啊 自拍手機架 後面有一些蠻有趣的家室類的 裝飾你的家裡啊 例如像是盆栽啊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種一些植物嘛 就會需要盆栽 上面我看了好幾個好漂亮的盆栽 我都會有賣 就會覺得很特別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日本過來的東西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興趣可以慢慢逛 如果你之前逛到的時候 不要忘記點我們下面的 運費折扣嘛 可以幫你 再省一點點錢 對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買了什麼生活用品 不然我們現在就是海底撈枕 直接開給大家看 我們買了兩箱也就是付了兩個運費 300成一個大概600塊台幣左右的運費 然後一箱大概是衣服 衣服就買了10件吧 差不多 因為妳的加我的 還有恭喜的 啊對 先開哪一箱 先開小雜物好了 因為小雜物已經開了 日本人就是這樣 會弄得非常的正氣 也不是拿報紙 就是很漂亮牛皮紙這樣 所以看了感覺蠻好的 花盆1 我跟大家說 這花盆真的很好看 我現在終於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這個好漂亮喔 哈哈 他剛剛是 這樣丟東西嗎 對啊 你們看那花盆多美啊 那個有點像樹脂的啦 所以他其實不用擔心會摔破 但是品質還是很好 然後他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我們就是喜歡這種小東西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個跟日本的關聯是什麼 啊狗狗 你為什麼要一直這樣 好啦你的面具啦 哦 好有那個獅子王的豬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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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的面具耶 這個是一個 倉井路的吊飾 我覺得我們就會把它刮在牆上 對我們家就是喜歡這樣 這上面都是你的口水寶貝 就算完了 我知道你很興奮 每次我們開箱都很興奮 這個是一個 兔兔一直都很喜歡的 兔頭 這是一個杯墊 然後這個盤子 我特別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也是塑膠的盤子 這往後丟 給大家看一下圖案 是一個臭油 因為ERROR之前送了我們類似這樣的盤子 兔兔跟狼的 然後是兔兔跟狼的 我就看到這個我就特別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像 我們家臭狗狗 我們就會這樣有三個盤子特別可愛 它這個是兩個一組的 後又搭配的是樹懶 不怕摔破 我覺得以後可以給我們兩個小孩用 然後我們用兔跟狼 然後它可以用塑膠盤 這個超美 我買了兩個 我們直接買兩個 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衛生紙套 我們買兩個 是因為一個要放在車上 一個要放在車上 然後另外一個我的想法是掛在 恭喜的娃娃車上面 小朋友可能就是需要衛生紙 用手解皮 不給我弄乾淨手 我就會失能 沒辦法 然後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也是我兔寶很喜歡的 它給我發現了 然後我就說我一定要這個東西 那是一個削鉛筆機 他會覺得我超怪 一直買一件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攝像機的造型 質感其實蠻好的 大家可能會想說 你會用鉛筆嗎 會 我沒有用鉛筆 我會用 小朋友也會用到 你就算不會用那個 你不知道這個會彈回來 我知道 我只是有點久沒有用 你冷靜一點 我們家其實有一盒鉛筆 你不用擔心 你不會用 恭喜未來用的刀 其實我長大之後 蠻喜歡用鉛筆 它粗根系 其實是小鉛筆的長短啦 有一些素描筆 不是前面筆尖比較短嗎 筆心比較短的部分 就是用鉛的 如果說一般鉛筆 尖尖長長 那個就是深的 沒夾到手 這樣子 適合台幣大概三百塊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另一箱 開箱 衣服 最箱一樣也是包得非常漂亮的啦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恭喜寶寶的嗎 喔對 這是KITS 這也是恭喜寶寶的 喔 跟你們說 它是一個兔寶寶嘛 所以我就給它買了一個 褲薄薄連身妝 這個是薄的 然後拉鍊式的 它的這個材質呢 是很舒服的棉 其實我剛打開的時候 我以為是我的衣服 我想說我買這個嗎 來來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睡衣 因為我今年2023年的那個年度目標呢 其中有一件事 我要培養我堅持的習慣 每天睡覺都要穿成套睡衣 你可以想像這是它 唯二的願望嗎 它的另一個願望是什麼你知道嗎 矽腳蔓延食物 每一口20下 這就是它的年度計畫 堅持 重點背後的意義是堅持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跟恭喜寶貝穿一樣的 然後還有一個帽子 這也是小孩的帽子 但是好像偏大的 水偏大 我們買的偏大 而且小孩頭都很大 你搞不好可以戴了 啊喔 它應該不會頭這麼大吧 這是你的衣服 你的孕婦裝 這是洋裝 欸你們知道我現在出門的速度都非常快 因為我也沒幾件衣服可以選 跟大家說我是挑這種細肩帶 原因是因為我手臂跟肩膀還很瘦 所以我就是要讓瘦的地方露出來 胸部可以豎起來 但是腰絕對不行 就是它其實是胸部一下 你要讓它整個放飛這樣子 A字型的 對 根本就不像孕婦啊 媽媽也可以轉個身嗎 孕婦出現 這其實很長度欸 請問會勒肚嗎 完全不會 還有空間 對然後它裡面有一個內襯 我覺得我挑這個真的很好穿欸 而且我是很懶的女生 比較不會搭配 我就是喜歡一個就搞定了 如果有跟我一樣的女生 可以考慮這樣的東西 喜歡 還有這個T恤 這T恤看起來質感超好 衝繩就是會有這種吊吊啊 再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這樣穿 就跟平常還沒有懷孕的時候 你會想要穿寬鬆T恤 然後就出門這個感覺 然後我覺得孕婦都可以常備這一種衣服 你就會很輕鬆 它側邊刺繡好美喔 好美的孕婦喔 忍不住要試穿給大家看 最近就是穿起來會很舒服 而且重點是還有口袋 三個口袋 這邊有刺繡 然後你就是整個人會很輕盈活力的感覺 你自己會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髒 質感真的很不錯 自己照一下姐姐 肚子在這裡 它就反正各式各樣的孕婦裝都有 這種細肩帶的 Hold on 這不是孕婦裝 喔 這是一般的長期的 其實這個你也可以穿 我就可以提醒大家 用這種方式來穿孕婦裝 你就會看起來很年輕 我每次覺得他這樣穿 我都覺得他好年輕 一點都不像有懷孕的媽媽 你這樣不行 懷孕不得不年輕 對不起 收你的裙 收回 之前我超期待的 因為它是丹寧 然後它丹寧很厚 卡其布 對 它是寬鬆的裙子 而且它側邊有口袋 那我覺得這種啊 連身的裙啊 我不會選擇穿是因為 沒有口袋 因為我不戴包包 我都覺得這些衣服很好看 但我都 最近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一樣讓它露手臂 這樣就不會看起來 好像整個人很巨這樣子 把瘦的地方露出來 這是我的訣竅啦 就會知道其實你很瘦 又是一個很滿意系列 這種文青感嗎 還是什麼 穿起來舒服嗎 很舒服 也是那種丹寧的材質 但我也很喜歡它有口袋 我覺得單穿很OK 對啊很好看耶 又很滿意了 好會挑喔 來 這是我的外套了 你把你的一切都壓在這個外套上面 你穿這種東西就是一定會很好看 你很適合穿任何襯衫系列 我要穿穿看了 好 這就是好看啊 這側面的拉鍊是大的 很好看耶 很瘦你知道嗎 這拉鍊這樣超瘦 這很好看 這件真的很好看耶 它就是一個寬版的感覺很好看耶 沒了 沒了 你有三件 恭喜有兩件 你只有一件嗎 我一件外套跟一個帽子 你只有一個 沒有關係啊 我一件就夠了 我很OK的 而且很多東西我們其實可以共穿 然後這個也可以給你穿 這個也可以給你穿 對 我那時候很猶豫要買M號還是買L號 但我後來買L號 就穿得很好看耶 換了一件白色T恤 然後搭配長裙 可以中和掉那種 中性 可以有一種美的感覺在裡面 就是女生的元素就是裙 搭了一個白T 這個拉鍊超級好看 不太容易看到 但這就是一個小細節 發現了就會覺得很好看的東西 質料蠻好的 然後也是蠻舒服的 真的很好看 我替你滿意 你替我滿意啊 我覺得要買到這樣的東西 有時候不是很容易 成功 哇哦 以上就是我們的開箱 你看我們現在穿的這個衣服 看起來跟實際的誤差 我覺得蠻小的 東西穿起來真的很好看 真的覺得材質很好 沒有意味我覺得蠻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平台的東西 很符合我們的胃口 我們會繼續的 對對對 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不是我平常會走的一個路線 卻如此合適 就讓我覺得好像找到了新的路線 可以購買這樣子 那我們以上就是今天給大家的分享 Festbee這個平台 以及我們在這平台上購買的衣物跟生活雜貨 不要忘記我們影片下發訊訊欄有 運費折扣碼可以給大家使用哦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